嗨 大家好 這是肥波 今天要給各位帶來的是 麵霧無臟真滴爽 連吸兩碗不間斷 那我總共點了一碗 味芋雞白湯叉燒拉麵 以及魚介雞沾麵 非常爽快的連吸兩碗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好 OK 各位觀眾 那我們就直接開吸 首先是一碗味芋雞白湯叉燒拉麵 總共有四片雞叉燒 四片豬叉燒 以及一顆糖心蛋 OK 那我們就直接開吃 首先呢 就來試一下它的高湯 試一下 第一個感覺它很像豚骨 沒有那麼鹹 然後就多了一點雞湯的香氣 喝得出來它上面有豐富的油脂 OK 各位 那再來試一下它的雞叉燒 那個叉燒跟麵霧的那個酥肥很像 吃起來很像那種很嫩的烤雞 然後吸滿了它的雞白湯湯汁相當不錯 OK 那接下來就吸一口麵吃一下 雞白湯的麵條呢 都是這種細麵的 非常期待待會再吃一碗它們的一介沾麵 每一條的硬度都是在的 咬起來非常的爽 然後呢 伴隨著湯汁的油汁一起吸入口的感覺 非常好 OK 各位 再來試一下它的豬叉燒 看起來真的是非常的爽 油脂很豐富 剛才說它的雞叉燒也是很爽 那就是香味瘦了一點 比較屬於多汁juicy的感覺 但是這片豬的呢 看起來就很肥了 五臟的叉燒真的是很爽 給我的感覺是比較驚喜 然後品質很高很不錯的 然後呢 再配上它這種又細又Q的麵條 我自己也非常喜歡 非常滿意的一碗拉麵 一塊叉燒配上滿滿的麵條 一塊叉燒配上滿滿的麵條 OK 各位觀眾 再來呢 來吃它的味芋 整個是滴出來了 OK 各位 我們繼續吸麵 我們把這片肥美的豬叉燒吃了 就下一碗間 好 各位 那我們接著呢 就來吃第二碗魚介雞爪麵 那它一樣呢 是有兩片豬叉燒 兩片雞叉燒 配上一點筍乾 還有非常粗的麵條 好 那當然還有一碗非常香 非常濃的魚介沾湯 OK 各位 那我們就直接開吸 兩個月沒有吸魚介沾麵還是非常期待 OK 各位 那我們就先來吸第一口 好 我那個襯衫要遭殃了 首先它的沾湯真的是滿燙的 但是味道呢 一樣是非常好 非常濃濃 而且它是魚介雞爪湯 它好像還多了一點雞的藥素在裡面 多了一股那種雞湯的香味 再來第二口直接吸起來 我覺得它甚至比我去勤工場吃的六雞蛇 濃度還更爽你知道嗎 而且我覺得這樣那個濃度更是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你想吃淡泥 自己再加高湯就好 我覺得它濃度的基底非常好 OK 各位 再來把它的蘇菲雞叉燒 泡到沾湯裡面 看起來就是爽的 它這個雞叉燒真的很猛 是那麼的綿密 舒服 來使豬叉燒非常厚接 非常大便 又厚又肥 所以咬起來呢 是非常的嫩 然後配上濃郁的沾湯 大台北地區真的是有很多優質的拉麵 好的 各位 我最後呢 再吸一口 雞叉燒配上面條 吸完呢 我們就可以收工了 OK 各位 我們晚點見 好的 各位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 麵霧武藏連吃單碗的實際 我自己真的覺得非常的爽 非常的享受 不僅有現在非常紅的雞白糖拉麵 還有我自己最愛的魚介沾麵 這兩種類型的拉麵真的很油真的很爽 而且它的價格呢 也不會到非常貴 OK 各位 那就這樣啦 感謝大家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 我們吧 下次見 我們 下次見 我們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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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